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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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应该举备胸怀远大理想 又举备脚踏实地 他们穷则可以独善其身 达则可以捡起天下 他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大格局 但又能在艰难困苦当中跪着前行 他们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创业的典范 他就是李舒文 一个不安分的创业者 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年制作的大型励志创业节目 迎在中国接连引发收视狂潮 这个以励志创业为主题 寻找创业英雄的真人秀节目 让具备商业潜能的英才腾空出世 曾经做过大学教师 十年华润集团职业经理人 最后选择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 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的李舒文 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这个被柳传志称为有主意 被马云称赞有智慧的故情之秀 众望所归地赢得了2007年 赢在中国第二季的全国总冠军 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创业英雄 然而在万众瞩目之时 他却选择了远离美光灯 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 您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最有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您是2007年央视搞的 赢在中国的总冠军 当时我记得媒体还炒作过一阵 说您当时还是领了一笔大奖 那您拿了这个资金之后 似乎您已经消失在这个媒体 这个视野当中了 也有人曾经发问说 李总是不是拿了钱 就人间蒸发了 消失了 那么到底你在隐身江湖 这个7年到底在做什么 大家知道在07年 这个节目非常火 当年的收视率 是一直排名全国第一的一个收视率 那中国的这些很多大外商界的都参加了 我们熟知的像马云 十余柱 柳传志 尤根生 朱欣礼 余敏鸿 这些沃尔门 我觉得很多都参加了这个节目 07年以后 我们就成了公众人物了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 我们不能这样迷失掉 每天面对这个媒体 每天面对的这种 很多的作为公众人物出现 我觉得不利于创业 那么在7年时间内 我潜心在做一件是 这个投资和金融 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后谱 在国内已经是很有影响的 一家创新公司了 其实大概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 这7年时间 既没有拿着这个奖金跑掉 也没有停止创业 所以实实在在的在做后谱 在做普惠理财 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 2015年1月4日 李克强在深圳前海微重银行 敲下电脑回车键 卡车司机徐军 拿到了3.5万元贷款 这是微重银行 作为国内首家开业的 互联网民营银行 完成的第一笔放贷业务 李克强表示 要降低成本 让小微客户切实受益 要用创新金融倒逼传统金融 明确肯定 微重银行一小步 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步 中国互联网金融界的春天已经到来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总理说这个话 我觉得第一个 他已经重视到我们这些做小微金融 做创新金融的 他说春天来了 春天的温暖快来了 第二个 他说明了一个现实 在当今中国呀 活着在以前 金融一直太久 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金融服务 而占了中国整个企业数量 百分之99的是中小微企业 世界500强也好 中国500强也好 这大企业毕竟是少数 对 他整体数量只有百分之一 对 但是百分之99的中小微企业 享受不到金融服务 小企业 尤其是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那么他很难存传统金融机构 比如银行贷到款 那像我们普惠理财 或者我们做整个后谱 做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 就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 为广大中小企业服务 让原来得不到中小微企业 得不到这个金融服务的这个企业 获得了金融服务 所以总理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们干得很有劲 就觉得一个总理已经定了个调子 创新金融 以后是大势所去 春天来了 如果说总理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里面 要进一步的发展 那这个春天可能会要来了 那么您做的公司 和这一家公司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 普惠理财呢 我们是一方面连接投资人 一方面连接融资端 我们的投资端呢 是广大老百姓 在我们这你用一百块钱都可以投资 你用一千块钱可以投资 所以普惠理财呢 这一端连接的是投资人 这一端 融资端是谁呢 我们连接的是中小微企业 不是个人 现在直到中国 现在很多 最近比较流行一个P2P 对吧 一方面是投资端的个人 一方面是融资端的个人 普惠理财做的不是这事 普惠理财做的是 一方面是广大的投资人 一方面是城市经营的中小微企业 所以我们做的真正是个普惠金融的事 当网民在享受互联网冲浪的惬意时 殊不知 鼠标的每一次点击 都可以被互联网有效记录下来 这些数据将成为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 论证个人资讯的优利证据 而升级平台的信息数据库 有效地对信贷客户背景进行论证 规避平台风险 已成为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小微企业像国企业 洋企业它不一样 对吧 它有很多的固定资产 有很多的国家的这种支持 有很多的补贴 有很多的信用背书 但是中小微企业没有 你看我们大量服务的都是一些小商户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服务了很多零售商的供应商 卖菜的 卖奶的 卖肉的 那你让它去担保 它没有 你要让它让房子什么抵押 它没有 它有什么呢 它我刚才讲 它有应收账款 它有订单 它有库存 那么那这些订单 这些库存 这些应用账款 我们通过什么来获取呢 我们是通过它在给大企业的交易过程当中的数据 就是刚才你说的大数据 对 所以后谱我们把大数据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在做的 普惠理财 我们在这个信用在风险的控制上主要是利用大数据 那么这个大数据不是鼓励的不是静态的数据 而是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动态数据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你给你企业交易的进销存 增减于 那我们可以实时抓去到这种数据 我们从数据的里面会分析到你这个企业 你缺不缺钱 你缺多少钱 你还得起钱还不起这个钱 这个钱我给你了以后对你企业能不能帮助 马云讲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是阿里巴巴的价值观 对 其实这个话是不完整的 所有的企业我看到的中小维企业 没有一家不缺钱的 对 没有一家不需要金融支持的 我认为如果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必须有普惠利财这样的企业 给他们提供金融支持 我们2014年十几个亿的规模 我们现在的违约率是零 我相信这个违约率是零的很多传统金融机构 包括大的银行 它是做不到的 联想教父柳传志曾经坦言 创业就是九死一生 或者九点九死零点一生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一旦出现重大失误 就如多米诺骨牌快速倒塌 令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化为破影 对于一个运作良好的现代企业而言 拥有创新意识 抓住时代机遇 以跑马拉松的姿态 才能做出最佳决策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被时代所淘汰 我写了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叫《逆袭者》 这是2013年的全国十大 这个成销书之一 这是我花了三年时间 写了50多万字的一个创业商业 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逆袭者 然后呢 这个逆袭这个词呢 据说是从我逆袭的这本书里出来 在广大的创业者手里面 非常受欢迎 我的理解逆袭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认为我们也是逆袭者 我们逆袭的不是人与人的逆袭 我们逆袭的是一个时代 与另外一个时代的逆袭 一个商业生态 与上一个商业生态的逆袭 一个创新的生态 与一个传统生态的逆袭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春天也来了 并不是我们这帮人有多牛 而是时代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所以马云在很多场合也承认他幸运 他是幸运的一代 那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 我们赶上了互联网基础 我们赶上了供应链基础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机遇 十年前我们找不到马云的更多的东西 我们也找不到像京东这样的例子 我们也找不到像今天的联谱这种企业 我认为任何的一个小的商业机会 任何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拐点 就可能把他们拍在沙滩上 不管是刘强东的京东也好 不是马云的阿里巴巴也好 今天早上我写了一条微信 我就觉得任何光鲜的背后 任何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的背后 活着用血换来的 活着用汗换来的 活着用曼庙的青春换来的 都没有一朝一夕都能成功的 我觉得都是数十年的积累 第二次要想逆袭 还得付出艰辛的努力 像普惠理财 大家这么受欢迎 这么受肯定 那就是我们这几年 一直在踏踏实地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才有逆袭的机会 2014年 在北京举行的全球移动金融大会上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委书记霍学文 就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服务 唤起了全民金融意识和理财意识 给予了肯定 霍书记表示 互联网金融是移动金融 云端金融和大数据金融的组合体 无论是发展普惠金融 完善对小微商户的金融服务 都要借助与互联网金融来实现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就是为人民服务 根据我的调查 或者了解一些情况 我知道在北京 挺有名的北京金融局的 当委书记霍书记 我听说他秘密到你的公司 这个调查过 而且和你进行过 5、6小时的深谈和摸底 那他到底跟你在讲什么 霍书记呢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 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个学者型官员 本人也是教授博士后 在我们的普惠理财 在研发阶段的时候 他都率领单位的同事 他的管理层 监管层到我们单位去 给我们具体指导了普惠理财应该怎么做 霍书记说一个互联网的理财平台 或者网贷平台要做好 至少满足三个原则 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是要做资金托管 资金托管 对 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批图平台都不做资金托管 第二个呢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 完全披露 谁投钱了 谁融资了 要说清楚 这是财务透明 财务信息要透明 第三个呢要做到产品登记 霍书记给我们讲了这三个原则以后呢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的秘密开发了半年 完全按照这三个指导原则来做的 比如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平台 他不做资金托管 你的钱是打到你老板的账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跑路 对 那钱在你的账你当然可以跑路了 对 李熊跑了跑不了跑不了 因为这个钱不在我账上 在第三方托管 是在第三方托管的账上 而第三方托管是国家严格监管的 对 所以呢霍书记对我们的支持呢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支持 他是代表了当局 代表了政府监管层 对互联网金融的两个信号 一个是大力鼓励 支持 第二个是严格监管 对 不踩红线 对 要做透明的阳光的负责任的 互联网金融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做了一件比别人更要傻一点的事情 你主动让自己的财务透明 按照这个监管方式来去做 另外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你有托管有托管费 投资有投资费 提现有提现费 对 而如果直接打给你 我的钱打给你几乎没有任何费用 对 那我觉得这个钱能省 我不能省的 你必须得受监管的 做金融 经营的就是风险 如果不是接受监管的金融 就是脱缰的业 出什么事是不知道的 对 到今年我们9月10月11之前 我们准备上线的时候 霍书记又率重 在我们来待了四五个小时 来给我们做验收的 并且霍书记当场表示 说在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平台里面 普利财是他建国的 做的最规范的一个 所以他也让我们成立了 北京网贷协会的首期会员 我在这个大胆的问一句 政府部门帮你做这个资讯 或者说给你出主意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伸手问你要钱 这个我觉得北京政府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那给我们待了那么多长时间 也不喝酒 也就给我们一起吃盒饭 公司的盒饭 大家端到会议室去吃的 也没有要任何的咨询费 我觉得他们是高度负责的 目前互联网金融 已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香波波 但跑路事件频频发生 对此 清华大学互联网金融专家 周增兴教授认为 互联网金融企业 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 做好信息服务 严格不能碰客户的资金 其次要众透明 对客户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和风险揭示 最后加强行业自律 完成从创新业务发展 到标准业务的转变 有一点借着大胆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在民间 有不少的做互联网金融老板 跑路卷了钱走人了 对的 你会不会 判断一个平台跑不跑路 其实不难 我觉得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第一个 你要看人 什么意思呢 你在网上百度很方便 你看看这个公司的股东是谁 像普惠理财的股东 是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你想跑你跑得了吗 迪伦哥不只只看股东 还要看他的经营层 普惠理财现在一百多人 李淑文在这做董事长创始人 你看了看你的股东 又看了经营团队的背景 他不是轻易跑路的 第二个呢 要看他干了什么事 如果一个平台发了很高利率的产品 有的发20的回报 15的回报 甚至更高的回报 另外这个期限很长 他发10个月 一年以上 这种平台你根本不要投 为什么呢 一个哪有一个企业的毛利超过 15 20到现在 经济在下行期 期限越长 你的这个风险越高 所以普惠理财发的产品最长的 只有六个月 我们大部分产品是三个月的 另外我再给很多投资人讲 如果这一个平台利率 超过这个神了 你也不要投 因为他支撑不了 第三个还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 霍书记强调那个 你有没有资金托管 你有没有产品登记 你有没有信息披露 如果这三个方面 你做了研究 你想投资 我就得你放心 你要投普惠理财 这样的平台 普惠理财完全这三个 你争得起考验 他曾在上千万创业者中 呼应而出 众望所归 从今天开始 赢在中国的第二赛季 已经抹开序幕 本赛季 由15万海内外选手 报名参赛 我叫李淑文 1970年出生 爱地记 我后来想了想 爱大哥 你老是投IT行业的爱大哥 传统产业 你也可以找到大哥 我要做这个爱大哥的大哥 他潜心创业 立志做出最好的 互联网金融投资平台 普惠于大众 我是指的中小企业 生存特别简单 有的可能就十万八万 就难倒一个英雄企业家 不会理财 或者我们做整个后补 就是为广大老百姓府 为广大中小企业府 他一直在路上 功身力行 彰显创业者的光荣于使命 《影在中国》是一个价值观驱动的节目 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立志和创业 它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影在中国鼓励创业 一定是鼓励那些 做好了创业准备的 适合创业 把创业当作一辈子的事业来经营的创业者 而不是那些贫战短暂的激情和一时兴起 抱着我儿我心里的人 第二层意思是 创业是马拉松 不是百米冲刺 它不是秀场 它是生死场 创业成功的比率仅有八分之三 可以说成功是偶然的 而失败却是必然的 第三层意思是 影在中国应该成为新生代切家的一个标志 当我们经过五届十届以后 坐在下面的评委是我们的时候 那不仅是选手的姓势 也是影在中国的姓势 这些人应该举备胸怀远大理想 又举备脚踏实地 他们穷则可以独善其身 打则可以奸棘天下 他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大格局 但又能在艰难困苦当中跪着前行 他们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创业的典范 他就是李舒文 一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弄潮者 你个人信佛吗 我不是个宗教主义者 我也不信基督 我也不信佛 但是我有佛心 说后部的起用 我还是后代债务普纳程度 我们在后部提倡人人做好人 我们设计产品要坦赢 我们计格方面合作要多影 大家共同来获取创造价值的这种财富 获取创造价值的这种快乐 这是后部的价值观 也是普惠理财一直践行的这种东西 你个人最欣赏哪一位企业家 企业家呢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我都欣赏 在中国的企业家 我比较欣赏任正非 我觉得他比较以根筋 大家知道做通讯大型设备 非常枯燥的一个活 十几年如一日 我觉得他很务实 那在互联网领域里面 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你最欣赏哪一位企业家 我比较欣赏小马哥 这个马化腾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 为什么这样 他在每一个时点上 我觉得总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大家在找移动互联端的时候 他突然有个威信 并且威信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呢 小马哥总是由他在辅造的时候 在宣教的时候 他能净思 他能想五年以后干嘛 十年以后干嘛 如果历史从头再来一次 或者说我们现在再有一次机会 又搞了一个全国创业大赛 再次邀请您去参加 您会去参加吗 今非昔比了 七年前我还是三十多岁 还有很多的激情热情 当然那个时候创业呢 也到了一个阶段上 现在呢我觉得又特别忙了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到2015年底 我们可能这个团队会突破三四百人 第二个呢 我们每天做的是个高风险的业务 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那么多人当时看好你给你钱 马云啊或者说其他投资人也好 包括徐祖 他自己也投了一些公司上市 他为什么没有投资你把你弄上市 普惠理财 包括我们整个后普最终是一定要做上市的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个公司做成一个公众公司 但是上市其实大家知道它不是终点了 不能变为一个企业的最终的意义 它是个阶段性的肃请 普惠嘛 普惠 那你如果上市之后 你会拿出多少钱来做公益 慈善真正的一些普惠的事情吗 其实我因为做企业 十几个月之间做企业 我是指到中小微企业生存特别艰难 特别艰难 我们对这种企业非常洞察 他们真是难 有的可能就十万八万 就难倒一个英雄企业家 这个时候确确实我们站着 确实能帮到他们 至于公益事业上 我认为一个企业最大的公益 最大的社会责任感 首先你的盈利 你先让你的公司盈利 先让你自己的同事兄弟姐妹 过成好人 既有人把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 但是这里面并不排除 我们对这些弱势群体 特别需要关注的人 给他们做这些及时的帮助 这十年来我们从来没停止 对我们身边的这种帮助 做过什么 汶川大地震 延安大地震 我都捐钱 捐物 捐车 捐人 其实李苏文也是受团中央 团省委的委托 成了灾区第一选的宣讲员 几天几夜冒着生命危险 这些工作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在结束今天的对话之前 你最后还有一句什么样的话 想和观众分享 我觉得选择普惠理财 实现普惠理财 人人受惠这个梦想 多给我们普惠理财对接 到我们普惠理财做客 投资 给我们交朋友 我们跟大家一块发家支付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应该具备胸怀元大理想 又具备脚踏实地 他们穷则可以独善其身 达则可以兼济天下 他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大格局 但又能在艰难困苦当中 跪着前行 他们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 创业的典范 创业的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